那今天高雄有15個個案 都跟新光輪的群聚感染有關 那現在的傳染 已經從原來的傳染到第二波 也就是說 在指標個案 這個是第一波 那第二波就是 從這個嘉盛工程行 傳染給其他的這個波 所以現在已經是屬於這個 第二波的這個感染 那我們在這15個個案 都跟這一波的這個群聚感染有關 18306這個個案 那我們的感染也已經找到 跟確診個案的接觸有關 現在就剩下一個 就是海科大的學生 那我們吊足跡 然後來比對 這個部分我們還在做一些釐清 即日起有呼吸道症狀的 到我們的這些診所 務必請所有的精神醫師配合 一定要給快篩試劑 請民眾要把快篩試劑解釋的結果 回傳給看診的醫療院所 那我們會跟醫療院所來追蹤 快篩試劑的檢查結果 第七醫院以上的這些醫院 要設戶外呼吸道的門診 我們住宿型的長照機構 暫停探視 共餐的部分停止 卡拉OK 承認 風陪等等接觸性的活動暫停 醫院高風險的單位 急診 負壓病房 裝潮病房 加護病房 每週篩檢一次PCR的篩檢 那目前高雄市的防疫旅館量能準備如何 我們現在最近在增加防疫旅館的數量 在這幾天還會增加三家防疫旅館 高雄的防疫旅館大概有6000左右 我們算是台灣裡面應該是僅次於台北市 因為春節回來的人很多 大概是超過五成六成以上都是外縣市居住 過年進來的部分 現在每天退房大概都300 所以防疫旅館在做居家檢疫的部分 高峰期已經過了 所以以防疫旅館的量能是夠